- 厨师上菜 欢迎收看厨师上菜 我是小肥 - 我是料理哥 - 哎 料理哥 啊 - 诶 又看到你了 - 哇塞 - 我们现在在装手吗 - 哈哈哈哈哈哈 - 今天我们来这边的话 - 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做出最好的料理 - 耶 鱼尾的去掉 還要去掉鱼尾 對,要去掉鱼尾 對啊,擺盤會漂亮嗎? 可以,沒有問題 你知道我們現在年輕人出賽都很講究擺盤 鱼尾去掉,對 好,再來,鱼尾去掉的部分之後呢 我們在上面畫三刀 斜畫三刀 為什麼一定要畫三刀? 在燉煮的過程裡面的話,它會比較入味 嗯 畫完三刀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這樣 就塞進去,把它這樣 好,因為我們像醃肉一樣 我們醃魚肉也是大概這樣 欸,對對對 我問你一個問題 好,你說 對啊 花生蠔,炒過的跟水煮的比較像 你說比較像一定是炒過的啊 對 因為你水煮的,你一定要吃下去才知道味道 對 對 我們這道魚料也是一樣 你先煎過完之後 它表明雖然很酷脆 可是它釋放出來的魚油 我們先煎過完之後的話呢 它的香氣也會釋放到它的湯裡面 這是小提示耶 好,來 開始煎魚 來 好,下桌 好,來 小豬肉 所以當廚師就是這樣 手上都是這樣 油煙,噴噴巴巴 很正常啦 對啊,你看我手這邊 對 我看一下背面 它是這手 沒有,但是它比較不行 為什麼只有一個刀 喂 欸,有人 當廚師切到這邊 有香味出來了 對 有香味出來了 對 有香味出來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香氣 我剛剛講過了 煎完就有這個香氣 好,我們現在準備要把它翻麵喔 來 好漂亮耶 有沒有看到 表皮就是金黃色的 這樣剛剛好 欸,好神奇喔 為什麼我們翻完麵之後 完全沒有黏住鍋底啊 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以前會買 買就是比較平民的鍋子 然後來煎 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一開始煎 煎個一兩次還OK 你可能煎個 可能三四至四五次 開始都沒煎 很黏喔 而且整個魚皮都不見了 你剛剛自己都把它煎了 那不見一件事情 如果就是說 你要把菜做好 多花一點錢 然後買鍋子 你看我們這個導熱是更快 對啊 這個應該是否認 你看 你的速度那麼快 我這邊都還沒有準備耶 好,那我們就開始準備附近來了 好好 第一個我們切一切蒜頭跟紅帚 第一次切一切蒜頭跟紅帚 等一下我們要先爆香 那我們要切冰呢 ,還是切你 哇 你手上拿的是雨天劍 我很喜歡 就是說在做這個步驟的話 為什麼它都用黃乳鍋不換 原因是因為在兌換的過程裡面 你原本已經釋放出來魚的這個魚油的話 它如果換過的話它就會變多 欸 原來是這樣 對 所以我就喜歡用銅鍋下去炒 喔 又有小技巧了 對 為什麼要先下洋蔥呢 洋蔥要放下去炒它的熟成時間是比較長的 洋蔥比較花時間嗎 對 那如果你先下蒜頭 等到你洋蔥炒好了 甜蒜頭就沒用 炒頭炒是好香喔 對 然後發現飯頭的味道出來了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把魚移到中間 好 把魚移到中間完之後呢 好 我們就可以先把 我們就可以把高湯來 炒下去了 炒炒 欸 這個番茄是一年世紀都有的嗎 剩你番茄喔 對 品種都不一樣 基本上呢 這小番茄的話 一年世紀都有 都買得到 對 可是這時候買的番茄也低嗎 呃 再去看皮疼 看了一種 謝謝啦 對 欸 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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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et 让固获公 好香哦 尤其加那个香菜之后 哇这个香气更浓 我可以先茶点糖 可以啊 可以啊 每一滴都是精華啦 我居然有那種酸酸甜甜的口感欸 對啊 你一入口的話 它會吸引帶點酸味 它酸度來自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番茄的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湯汁的味道 真的 因為那個番茄的味道真的有煮進去 所以你知道所有酸酸的 沒錯 然後呢 還有海鮮的鹹味 紅色而且真的鹹味也蠻夠的 對 如果喜歡呢 在口味重點還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但我覺得這個湯也很棒 好讚好讚 我要吃魚肉了 聽到紅色喔 而且這個肉汁啊 很Q彈欸 其實那個我們現在煮那麼久 它就一點都沒有散開喔 如果是你要用鱸魚的話 我會建議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再試試看 為什麼 傳統市場版 因為傳統市場版 才能買到所有的鍋的裡面 但是我跟你說喔 這魚肉是重點之外 蛤蜊也是必吃的啦 好吃對不對 好吃 真的很會教欸 而且其實我剛剛看完之後 我覺得整個料理過程好簡單 對 但是口味又不會很棒 嗯 就是你不需要再準備很多很多東西 就是食材有準備到 然後高湯下一下 嗯 這樣就可以了 六里哥這些食物真的太棒 好好吃喔 嗯 我下次還可以吃到什麼 如果你要知道 下次我們要煮熟的話 我們繼續使用的 煮熟上菜頻道 煮熟上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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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新的 如果你們大家記得 先宣布 你們下個最新的 我們下個最新的